第九章 素羅往大馬式要害門徒在途中遇主 素羅仍然向主的門徒口吐威嚇、凶殺的話 去見大祭司求文書給大馬式的國會堂 若是找著信奉者道的人 無論男女都准他捆綁 帶到耶路撒冷 素羅行路將到大馬式 忽然從天上發光 四面照著他 他就輔島在地 聽見有聲音對他說 素羅,素羅,你為什麼迫白我 他說,主啊,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迫白的耶穌 起來,進成去 你所當作的事 必有人告訴你 同行的人 站在那裡 說不出話來 聽見聲音 卻看不見人 素羅從地上起來 睜開眼睛 竟不能看見什麼 有人拉他的手 令他盡了大馬式 三日不能看見 也不吃 也不喝 當下,在大馬式 有一個門徒 名叫阿娜尼亞 主在異像中對他說 阿娜尼亞 他說 主,我在這裡 主對他說 起來 往直街去 再由大的家裡 訪問一個大素人 名叫素羅 他正討告 又看見了一個人 名叫阿娜尼亞 盡來安守在他身上 叫他能看見 阿娜尼亞回答說 主啊,我聽見許多人說 這人怎麽在耶路撒冷 多多苦害你的聖徒 並且 他在這裡有從祭司長得來的權兵 捆綁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主對阿娜尼亞說 你只管去 他是我所揀選的器名 要在外幫人和君王 並以色列人面前 宣揚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為我的名 必須受許多的苦難 阿娜尼亞 給素羅施洗 阿娜尼亞就去了 進入那家 把手按在素羅身上說 兄弟素羅 在你來的路上 向你顯現的主 就是耶穌 打法我來 叫你能看見 又被聖靈充滿 素羅的眼睛上 好象有輪立刻掉下來 他就能看見 於是起來受了洗 吃過飯就見葬了 素羅證明耶穌是基督 素羅和大馬式的門徒 同住了些日子 就在各會堂裡宣傳耶穌 說 他是上帝的兒子 凡聽見的人 都驚奇說 在耶路撒冷殘害求告這名的 不是這人嗎 並且他到這女來 特要捆綁他們 帶到祭司長那女 但素羅越發有能力 駁倒住大馬式的猶太人 證明耶穌是基督 猶太人 謀殺素羅 過了好些日子 猶太人商議要殺素羅 但他們的計謀 被素羅知道了 他們又就夜在城門守候 要殺他 他的門徒就在夜間 用康子 把他從城牆上聚下去 蘇羅到了耶路撒冷 想與門徒結交 他們卻都怕他 不信他是門徒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令去見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麼看見主 主怎麼向他說話 他在大馬式 怎麼奉耶穌的名 放膽全道 都述說出來 於是 蘇羅在耶路撒冷 和門徒出入來往 奉主的名 放膽全道 並語說 希利尼瓦的猶太人 講論辯駁 他們卻想法子要殺他 蘇羅被害往大蘇去 弟兄們知道了 就送他下該薩利亞 打法他往大蘇去 那時 猶太 加利利 薩瑪利亞 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是敬畏主 蒙聖靈的安慰 人數就增多了 彼得 醫治 以利亞 彼得 周留四方的時候 也到了 居住 旅大的聖徒 那裡 遇見一個人 名叫以利亞 得了癱瘓 在玉子上躺餓八年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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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說 大比大 翻希利尼華 就是多家 他廣行善事 多師周制 當時 他患病而死 有人把他洗了 停在樓上 呂大元宇約拍相近 門徒聽見 彼得在那裡 就打法兩個人去見他 央求他說 快到我們那裡去 不要擔言 彼得就起身和他們同去 到了 便有人領他上樓 眾寡婦都站在彼得旁邊哭 那多家與他們同在時 所造的女依外依給他看 彼得叫他們都出去 就跪下討告 轉身對著死人說 大比大 起來 他就增開眼睛 見了彼得 便坐起來 彼得伸手扶他起來 叫眾生徒和寡婦進去 把多家活活地交給他們 這時傳遍了約拍 就有許多人信了主 此後 彼得在約拍一個 燒皮醬西門的家裡 住了多日 還有一日子 還有一日子 有一個 兩日子 就有個人 是 要留著 好 設施 你 是